針對昨天晚上美國聯邦參眾議員 第二度訪台 中國國防部也作出回應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表示 對美國的行為表達堅決反對 而且也強烈譴責 同時他們正告美方 立刻停止挑釁行徑 立刻停止一切導致台海局勢 緊張升級的破壞性行動 同時他們也警告民進黨當局 不要誤判行事 鋌而走險